雖然他未必能夠代表所有的德性能力學家 但這個講法應該比較容易掌握 他認為所有的規則其實都有不可公道性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說過他認為道德的東西 最後是由傳統和社群決定 單獨的行動本身就是所謂是非對錯 因為這樣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想到 不同的傳統和不同的社群 就有對於道德和不同的判斷 這個很不理解 比如中國古代的人和西方現代的人 判斷同一個道德行為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人 比如說孝這件事 以往現在西方作家 倫理學家認為 好像是有一個所謂絕對的普遍性 或者是抽象的普遍性 就是一定對的了 這樣說孝順父母 但是德式倫理學家 例如Makindy說不是的 要視乎不同的傳統的 不同的傳統有不同的看法的 比如舉例 古代中國說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無後是不孝的 即是說吳山是不孝的 但是現代不能說西方 中國也是 我們再沒有這個想法 吳山是他們的權利 怎麼叫不孝呢 所以離開不同的傳統 離開不同的社群 根本沒有所謂唯一絕對的 是非對錯的標準 明明這個例子 不同的社群都是 例如我們一般人說要孝 我們有很多做法 例如說要供養父母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過 游山哲考的電影 要知道我的情節就是 當地有一個習俗 就是拿人家到一個稅數 就是什麼想游山 白白餓死 白白凍死 有一個真人真事 在太陽融合倒罪 現在還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呢 作為德性論學家說 道德是沒有永遠死的 其他一個過例 因為那個地方的人 就說這件事是對的 就是什麼父母想生餓死 但是我想很多 其他地方的人 可能覺得 這個不合理的 沒有理由 就是讓父母白白送死 或者說公理都是 覺得 檢測都是不道德的 就是對於人的傷害 多個好處 那這個就是第三點 OK 那這三點這樣說 有問題 就是對於德性論學 主要的三點 當時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多說其他 當然德性論學 還有很多很多 講法很複雜 就是我們不能夠深入 全面這樣說 但是我認為這三點 是比較重要的 OK 這裡這樣說有問題 一個問題呢 我就正式講 如學家 就是德性論學 下午二之先 先對德性論學 剛才說的三點呢 就是一個簡訊 一個簡略的一個評論 就是呢 如果了解到德性論學 的講法 究竟它的意義是怎樣 或者是對不對呢 那麼我們對於 用這三點觀點 去看回儒家的哲學 應該是比較好的 就是比較明白 我們為什麼要作一些 這樣的詮釋 我個人的看法 可能跟英國士不一樣 這些道上高 也跟剛才我提到 東大兩位私有都不一樣的 這個不一樣呢 我有時候會覺得 可能未必是 有一個邏輯上的矛盾 就是大家的 取向 那個角度又不同 但是有可能 就是通過 大家互相去了解 可以達至一致看法都不一定的 這個可能在comment部分 或者跟大家討論部分 再詳細討論 那我先講我的看法 簡單講呢 我們現在三點綜合講 可以這樣講的是 德性論學所重視的東西 和規則論學所重視的東西 其實並無根本的矛盾和衝突 而是相互相成 這個就是我對於德性論學 那個主要的comment 這個講法 就會跟剛才我提到 就是起碼是中大 我所知道的 那些對於儒學 是不是一個德性論理學 或是否德性論理學 或是否德性論理學 的討論呢 就會比較不同 因為似乎我所知道 就是其他的看法 就比較對德性論理學 是看得比較正面 對規則論理學 是看得比較負面 當然有一種極點說法 就是甚至因為 德性論理學 才是真正的道理反正 規則論理學是錯的 譬如剛才我提到 石原康老師或盧潔雄先生 我相信他們有這樣的觀點 就是他們有這樣的觀點 就是以為 不對的 你用規則論理學 去解釋儒學 其實是錯的 因為這套本身 並不是一個合理 主要道德的解釋 唯有德性論理學 才是 就是這些看法 但為何我有這麼不同的看法 或者我逐點去說 為何會覺得 兩種觀點是最後 是相互相食 是互相補足 就不是有根本的矛盾 我逐點去說 第一點就是規則和德性 其實是各國獨立的價值和意義 兩者其實沒有一個根本的衝突 我解釋一下 我了解的是 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對於規則和德性 有不同的看法 這兩個看法 其實都是真實的事情 不同的面相 例如我們從原因和結果 對觀念去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出 就是規則倫理學 講規則 某些東西是基根本的 德性論理學 講德性的 可以反過來 不是德性論理學 就是應該用德性去決定行動 或者規則 而是行動決定德性 那為什麼呢 就是用因果的角度去看 其實可以反過來 就是個別決定整體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我們說一個人為何勇敢 當然要那個人經常做勇敢的行為 我才說他勇敢 離開了個別的勇敢行為 說那個人勇敢沒有意思 所以先有一些個別的勇敢行為 然後才有勇敢的德性 或者勇敢的人間 應該是這樣的 不會反過來 什麼都不做 或者先勇敢做 然後才做勇敢的行為 那很奇怪 是不是 你不可以講的意思 從因和果的角度去看 你先有個別 你先有景體 你不會有整體 你不可以說你勇敢 你做的時候 總是行動的 不會一做就做一個得性出來的 得性是要累積的 不是做一兩件行為 是要做很多行為 從因果的角度 應該反過來 就是規則或行動 宣依行動者 或者是得性 但是得性領學 我也覺得它不是錯的 如果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從工具和目的角度 就可以反過來 剛才的說法 我覺得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釋 因為從目的角度 道德的目的 其實比較重要就是 要成就道德的人格 或者我們叫做圓滿的人格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說的 道德的目的 不是一個人做一個行動點 兩個行動點 而是它整體是怎樣 甚至最後整個人格 甚至整個人身 從這裏看 先有這個成為道德人格的目標 然後做其他行為 也未常不可以說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這樣說的意思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目標的時候 某個以下 一般行為本身 未必有一個特定的一個 道德價值或意義 就是從這裏講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成為道德人格的目的標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做些事情 沒有一個目標去做的時候 那樣東西可能沒有道德行為 沒有吃飯飲水 沒有什麼道德行為 但我讀吃飯飲水 不是為了普通生存的 而是為了身體好些 去救人 這樣可能才有一個 道德的價值或意義 所以和目的和工具的角度 是相反的 行動就是工具 大致是成就人格這個目的 所以這個日子就調斷了 兩種觀點 似乎都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各自安立 所以我個人覺得 其實明不一定需要 強調一個決定另一個 可以互為決定 不知道我這個說法有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的爭吵書 一邊就強調 是行動決定 行動者 另一邊就說行動者決定行動 但這些問題其實就是 視乎在哪個角度說 這些類似 即是雞鮮蛋 如果是最通常的說法 或者譬如為心為脈 你各個角度 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一個行為 與最高的道德原則 例如工具主義指的說 最高的道德原則就是大眾利益 我明白 大眾利益就是道德 不負合就是不道德 我明白 賦暴論說 富無負合我們 度德性反省 負合是道德 不負合不道德 這就是規律論學 德性論學 不是說規則 或者是以規則為中心 而是以剛才所說行動者 或者是得性為中心 所以兩個說法其實是表面上有對立 但其實Standpoint不同 其實最後未常不可以統一